大家好,我是品品Priscilla 虽说人都应该要有勇气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但是对于自己所喜爱和怀念的食物 却是百吃不厌,百脱不了 离开了台湾这么多年了 除了想念自己熟悉又亲爱的人事物之外 当然永远少不了记忆中熟悉的各地美食和超好吃的地方小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手工烧饼 它一口咬下外皮酥脆,内里蓬松 更能尝出满满的葱香,面香和芝麻香 在今天视频开始之前 请别忘了点击并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所以你不会错过我最新的视频 也让我们通过轻松的烹饪和优美的钢琴音乐 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最快速的调整和喜乐 首先我们先来准备小饼的面团食材 我用的就是冷水,250克,酵母一小匙4克,油一大匙12克 我用的是酪梨油 把它们搅拌均匀 现在在酵母水里加入400克的中筋面粉 还有四分之一小匙的盐 搅拌均匀,大约成团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揉面团了 烧饼是中国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面饼 它用发酵的面团来揉入油酥 擀制成饼以后再撒上芝麻 成型以后放入烤箱烤制而成 而且还可以随自己的口味 包入咸的或甜的馅料 每一家烧饼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因为它们有不同的手镜,不同的佐料 还有不同的火候 所以才造就出各家不同迷人的风味和口感 现在我住在美国的中北部 如果想要吃到一份热腾腾 而且刚出炉,又迷人炭烧香的葱香烧饼 简直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 那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现在我把葱头切下来 留了大概一英寸左右 所以我可以种在水里面 然后就转种到我的后花园 所以没有几天我就可以开始采收自己种的青葱了 非常方便 如果你有一个后院或者愿意做盆栽原液 你也不妨试试看哦 现在葱都切碎了 整个厨房都弥漫着迷人的葱香味 我们现在就利用它来做个葱香油酥吧 现在我烧热了我的铸铁锅 倒入了四分之一杯的酪梨油 然后就可以放入刚刚切好的青葱包箱 对我来说 一边做菜 一边收听自己喜爱的知识领域 或者是收看自己喜爱的谈话节目 真的是一段快乐轻松的时光 这份爱好也让我的身心灵得到了适度的休息和放松 你在忙碌之余会做什么样的爱好 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来放松你自己的心情呢 葱油做好以后就可以倒入面粉和盐当中 搅拌均匀就可以成为香气十足 闻起来让人魂牵梦绕的香葱油酥了 葱就是在家常料理中在熟悉不过的食材了 尤其是在调味上我们用的更是平凡 你是否也听过一句俗话 一月葱二月酒恰迎吃肉腐 它指的是青葱在农历圆月品质是最好最可口的 葱它主要是栽种在土里 葱白的辛辣气味较重 口感比较嫩通常是用来爆香后调味料理的 而葱绿通常是切成丝或切成葱花来增加菜肴漂亮的颜色 好了现在在一个半小时之后 我们的面团发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等分成十份来做十个好吃的烧饼 在搬来美国之后尤其是刚开始的前些年 烧饼它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印象中非常好吃的 不然我就得去中国店买冷冻版的烧饼 这样也可以勉强重新回味到那份熟悉的好味道 烧饼是一个既廉价又美味的面食 即使是在现代的社会中 也可以把它当成主食来食用呢 如果你也爱吃烧饼的话 你可好奇烧饼是源于何时呢 烧饼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重要的一环 它诞生的历史 最早还可以追溯到东汉明帝派遣班超 在通西域的时期呢 旭汉书当中就曾经记载着 林帝好胡饼 而胡饼就是从西域引进中国的烧饼 而到了唐代 唐朝人除了米饭之外 也喜欢把烧饼当作主食 或者是零食呢 而且在唐朝的时候 胡饼受欢迎的程度非常高 可以算是烧饼的高峰时代呢 你可知道诗人白居易 还写了一首胡饼的诗呢 这首诗的诗名叫做 《继胡饼与杨万洲》 他的诗是这样写的 胡马饼样学京都 面翠油香新出炉 继雨继缠杨大使 《常看得四,抚心无》 白居易在写这首诗的时候 他在扬州做官 诗的意思是这样的 中州的胡饼都是按照 京都长安的样子来烤制的 刚出炉的胡饼 又香又脆 让人食指大动 白居易似乎可以想象出 他的朋友杨先生 非常喜欢 而且想念吃这个胡饼 所以他就说 我就把这个刚出炉的胡饼 寄给你 你就尝尝看 是不是有 京城福新方的好味道呢 这首诗 不仅可以读出 白居易和他的朋友杨先生 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而且诗中 还充满了一些 轻松的生活情趣 由这首诗当中 不难发现 胡饼或者是烧饼 从传入中原之后 就像龙卷风一样 迅速地受到了 广大中原人的喜爱 而回到了现实 由于网购和宅配的方便 相信你或我 在适当的机会里 我们也会像 唐朝的白居易一样 愿意为我们的亲朋好友 寄上一份好吃的烧饼呢 就在刚才 我录音录到一半 肚子觉得饿了 所以我就把 昨天刚烤好的一个烧饼 从冷冻室拿出来 直接放入 没有加水的电锅当中 加热 哇哦 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做的烧饼 可以如此的好吃 这个刚从电锅里 烘烤出来的烧饼 简直是好吃到爆了 它的外皮又薄又酥又轻 还有满满的芝麻香 而烧饼的内里 可以吃出满满的葱香和面香 而它刚烘烤出来的口感 就是蓬松柔软 它真的是一份 能够让我为之风靡的 超级点心了 现在我要热我的铸铁锅 我们来做个烧饼夹蛋吧 烧饼 正希望此刻你也可以闻到满厨房的葱香味 青葱的鲜甜再加上淡的滑嫩 把它们包进香酥的烧饼里 不仅可以让美味加分 而且还可以吃出一份非常不同的风味呢 今天烙出来的烧饼真的是外酥内软 非常的好吃 从和面揉面 干饼 烙饼 烤饼 各个环节都有许多小小的技巧 只要掌握了这些技巧 谁都可以有机会做出一份非常好吃的烧饼来 其实不管是用冷水 温水 还是用热水来和面 水量应该要占面粉的六七成左右才对 这样烤出来的烧饼 饼皮就不会发硬 能够吃到一份现做的手工烧饼 真的是一份绝佳的享受 您不妨也找机会做做看 有时间的话 也希望您能够到我的YouTube网面 去看看我其他很努力做出来的视频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点个赞 留言给我 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您 我们下回见